113年度华联市长杯长青桌球锦标赛 8号一早在县老人会热情登场 超过百位好手齐聚相互切磋以求会友 而市长卫家宴也特地到场 其免老大人们都能够享受运动 从中找到乐趣 也维持健康与活力 113年度华联市长杯长青桌球锦标赛 8号一早在县老人会热情登场 而市长卫家宴特别到场 除了勉励所有参赛选手 也拿起球拍为赛事正式开球 那我想在今年度我们给了县老人会 非常多的一个预算 让他们去排列我们所有的一个 不管是我们桌球撞球歌唱等等的相关活动 主要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老大人都可以出来 我们的社区动一动 那透过了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 能够跟大家一起互相的来运动 那也可以认识更多的好朋友们 那大家都可以拿到不错的一个成绩 那相对的就可以让自己的身心灵都能够提升 这次总共吸引到21组128人保民参赛 为了角逐好成绩 长者们充满斗志 认真起来完全不输给年轻人 魏佳燕表示会持续支持县老人会办理相关赛事 并投入经费完善场馆各项设施设备 满足长者们运动使用需求 记者徐立琴华林市报导